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耶稣的身份和能力 当耶稣对坦子说 小子 你的罪蛇了 一帮的文士心里面就会不舒服 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说的 他说了前往的说话 这个是文士 法利赛人和耶稣之间五个比子辩论罪中的第一个 为什么律法师他们没办法接受这个声明呢? 你的罪蛇了 这句说话 乃是上帝的代言人 在宣告一个人的罪被蛇面之后所用的说话 类似的说话 也都曾经使用过 在一个人带了祭物来到圣殿 参悔梦谁听之后 祭司就会说一些类似 你的罪蛇了的说话 祭司和律法师 经常使用这句说话 来到描述上帝为他子民所做的行动 现在 耶稣已经打开了一条通往恩典的新途径 但是 他们不喜欢 耶稣知道他们所侧疑的 是耶稣的权柄和能力 耶稣就跟他们说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只在地上有卸罪的拳柄 就对坦子说 我吩咐你 起来 拿你的玉子回家去吧 坦子听到这么有能力的说话 他就起身 拿起玉子 当着众人面 一声走出去了 现在 无论你去到哪 就算是没有其他的忠保在你身边 也都要相信 耶稣是有能力和拳柄 卸面和医治你 今天神中科的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欢迎再次收听